局部放大效果 简单 我们在淘宝或者京东这种网购商城上 经常会看到这种把产品给放大的这种效果 对吧 那么这种效果怎么做呢 今天来教大家一下 好 首先我们选择 椭圆工具 按住shave键画出一个正圆 填充这边我们选择白色 描边无 好 那这时候Ctrl加T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先做出一个小圆 我们把它放在 要指示的这个产品的位置 好 那这时候在涂层后方双击 给它添加一个投影 参数呢 你可以设成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参数 好 点击确定 那这时候把这个正圆形的涂层 肯尔加J给它复制一层 拖到我们的上方的位置 肯尔加T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这个要做出我们特写的区域 然后这时候我们选择直线工具 从小圆到大圆拉出一条直线 填充呢 还是选择一个白色 然后把它放在两个椭圆形的下方 双击直线图层的后方 调出它的护油选项 同样给它添加一个投影 我们把背景图层肯尔加J 给它复制一层 拖到我们的大圆的这个上方 按住out键 对它创建剪贴蒙版 肯尔加T 把它移动到你产品特写的位置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把它放在这个圆框中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上 继续播剧场上